中文字幕 李宗盛 柬埔寨至今年4月爆發新一波疫情 應柬埔寨方面的要求 由全國正協副主席梁振英擔任主席的共享基金會 向柬埔寨捐贈總計20噸的抗疫物資 物資包括300部氧氣濃縮機 100萬個醫用口罩 3萬件隔離衣 16萬隻手套 1萬庫護目鏡和1萬個醫用面罩 而協助緩解疫情下 當地醫療物資短缺的困境 中間關係遠遠留長 兩國關係非常密切 雖然共享基金會成立的目的 不是做捐贈工作 而是集中去做消除白內障至盲的行動 考慮到兩國的特殊有好關係 所以我們這次認柬埔寨要求 向他們捐贈一排物資 希望一方面表達我們的心意 另外可以幫到衛生部 和柬埔寨人民度過這個難關 這些物資對於柬埔寨抗疫很重要 無論是在於病人 也都在於醫護人員的保護 尤其是製氧機 在現在新冠疫情的情況下 最大的挑戰是 其實還未有有效的醫治方法 其實製氧機是救命的 我們由收到他們的想法 到我們找到物資 然後可以送到柬埔寨 在四五個星期的時候 是不容易的 目前所有捐贈物資已經送達柬埔寨 由於疫情原因 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 柬埔寨衛生部部長蒙文興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王文天等 出席在線上舉行的抗疫物資交接儀式 梁振英還透露 等柬埔寨疫情穩定之後 機構部會將會繼續在柬埔寨波羅面省的合作計劃 為當地所有積存的八內障患者 提供免費手術治療 目前這個項目的 兩架移動眼科手術車已經完成組裝生產 八內障的移動手術車就是四十呎長 也都用了全世界最先進的裝備在裏面 可以在四十呎長的貨櫃車裏面 做檢查、做手術等等 這個已經在廣東省的順德 已經完全裝備好 在柬埔寨疫情穩定下來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盡快 不只是收術車的過去 而是我們廣西的醫療隊 已經在收術車的怎樣做收術 和其他應急的培訓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可以說現在我們斬哥代彈 檢毛就是白內障的率很高 特別是農村那些 我們商會負責運輸、聯繫那方面 政府是靠中國的 它不靠美國 我們商會就非常樂意和很榮幸 在中間做這個中間的人